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的晚君耶和话 我叫大君王 在我未信耶稣之前 我是一个道教徒 其实我家里带了很多偶像 当叶牧师刚才说这句经文 也不可及魔鬼留有的地步 耶稣也在《约翰福音》5章14节 后来耶稣在他的店里遇见我 对我说我就要注意 以后不要犯罪了 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 当叶牧师说这两句经文的时候 我信主很奇妙 我是回过祈祷会 在祈祷会信主 那些人在说方言 在说方言 很多人都很奇怪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被信主 又是佛教徒 是没有可能在祈祷会信主 是绝对没有可能 而且在说方言 也在教会中 我怎样信主 当时我很记得那首诗歌 是《爱我原野》 那我就跪了在神的圆里面 后来我信了耶稣 也很奇妙 那一晚 牧师就问我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 我只是听了一首诗歌 《爱我原野》之后 我就决了自信耶稣 牧师当时问我 而那晚我很记得 我回家的途中 神在天上 显现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让我看到 在家楼下 之后我就回小组了 在小组里面 当时耶稣就说一句经文 《讲鬼入诸群》 奉耶稣的名《讲鬼入诸群》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 我在教会的梳化 梳化里面 就躺在这里 人们在讲 《讲鬼入诸群》的经文 我就在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讲方言 耶稣在帮我讲鬼 我在那个梳化里 点了几个小时 不知为什么 当时有一个传道 不断地为我祈祷 我想而知 神是要别人是很圣洁的 我深信这个神是要我们圣洁的 而我叫子君 我在祈祷会表里 当时有一个宣教士 他跟我说 神会将会为你改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后 不知道要用什么 经常听到的 《讲鬼入诸群》 我改了个名字 叫《讲鬼入诸群》 那就是神的殿 其实我觉得神被我叫神的殿的名字 是为什么呢 神的殿是要圣洁 时刻刻去敬拜祂 要尖养祂的名美 还有要在祂的圣洁里面 享受那份爱 因为我信主祂 我很记得那首《爱爱爱意》的诗歌 到现在都很记得 我信了主祂这么多年 我到现在都很忘记 神对我那份爱 爱爱愿意 你究竟 其实大家 你们会不会想一想 想一件事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你究竟 那一刻信耶稣的时候 是否因为耶稣对你那份爱 你有没有回应去 说我爱愿意 甚至会 那首诗歌里面说 我愿意韩服 韩服在神的里面 我们就是单单去接受神的那份爱 和去跟随耶稣 我们不要再犯罪 如果我们再犯罪 我当时有很多偶像 太多了 自己都数不到那么多 因为家族里面 都放很多偶像 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 神广罗说他会恐怕你会遭遇更加厉害 就是神帮我们说 走了偶像 如果你去犯罪 再去拜的时候 只会越来越厉害 对了 好 多谢你的分享 等一下 你今次新来 但我们很感谢你分享 我们也想说 我们想做的方法就是 发扬圣情 在这些过程中 这些发生的事 你可以想到神的圣情 神的恩典去形容 会怎样去形容 你去想想想到 或者其他人想想到 你去想想想到 你去想想想到 为什么变真了 不要紧的 爱来挽回他 对了 他在佛教 对了 他在佛教 对了 他怎样 那么奇妙地 又经历神那种的爱 一首的诗歌 就可以触动到他 对了 这个爱 已经在他计划 当时跪在神的殿 在那里哭了很久 不知道为什么哭了很久 然后牧师说 我愿意信耶稣 然后我说 我愿意 然后又缺了识信耶稣 就是说 神是定义 首先是顾念你 我们想神的圣情 神是有那种联盟你的心 神是定义要救你 神就计划让你去到那里 刚刚在那个情况之下 是对你最好的 在那个情况下 又释放 因为当时有释放 祈祷 你发觉得到释放 神又感动你 当时他们在那里 琴与金香楼 是的 当时那个牧师 他们真的很爱神 在那里琴与金香楼 逢星期四 在那里琴与金香楼 在那里争战 可能我就是被他争战了 感谢主 首先我们就要说 整天都说 在这个过程中 看到神的背后的恩恬 和圣情和作为 好的 祝福你 祝福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